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但第一個 今天第一次上課 這是證照輔導班 主要針對的是TQC ECAL 2016的證照 當成是一個 我們的上課範圍 總共的話 會有15道題目 15道題目的話 我待會跟各位講放哪邊 基本上 你們可能要稍微記一下一個網池 因為上面的話 相關的資料都在這上面 網址的話是gg.gg 斜線 PTT ToECAL 2 就取個諧音 PPT ToECAL 這個的話是我在源氏大學上課的 一個班級 不只是只有ECAL 所以我上面本來是有放PTT的 其實一樣office裡面都有相關的證照 如果你假設你覺得說 這證照考起來還蠻有幫助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延伸再去學習 這類的證照其實還蠻多的 這個證照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取的啦 我是覺得 如果你學習比較沒有一個系統 沒有一個 規劃的話 我覺得證照是一個方向 為什麼因為 至少你學完之後你可以去考試 確定說 你是學會的 OK 不然很多人學完之後 到底學到哪裡 其實根本也 不太 清楚 感覺好像學得不太踏實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不太踏實 然後 你又希望說將來 你的那個 技能 你的履歷上面能夠多一些 看起來 很像很專業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考證照也是一個方向 OK Office類的其實還蠻多的 像Wall,Excel 跟PowerPoint 當然以目前 應用面來看 像Excel應該 這個用的還蠻普遍的 而且我覺得相當的實用 尤其工作上面如果你懂得一些技巧的話 那當然你工作效率 絕對會比較高 不會說 上班的時候浪費很多 的時間在那個 無謂的重複性的動作上面 至於說啦 目前這個其實算是 最低限度的 我覺得其實要學的話還蠻多的 像 程式方面的我覺得還蠻推的 因為如果你有那個程式的觀念的話 將來在處理資料 尤其是複雜資料上面 你就會發現 就簡單很多了 就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OK 至少 程式寫出來一勞永逸 你將 將來就不用再做重複的事情 好 那我上課也會把影片錄下來 那我們大概 待會的那個 剛要我再說一下 我們再檢介一下 我到底是誰 然後一些參考書目 書目部分 就看個人啦 我發現現在很多書商 好像快倒快倒 因為現在沒人買書 OK 所以 你們如果有在學 喜歡閱讀實體書籍的話 就不妨可以參考 然後 我們課程的簡介的話 總共有三類 那也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 一類的話 就五題 所以總 Total 就是15題 15題的話 就是我們上課 的範圍 那我們這次上課有 18個小時 18個小時 大概就講15題 其實蠻緊的啦 我覺得因為這個題目 也沒那麼簡單喔 而且 光那個 題目要 把題目了解 做出來 沒有錯誤 那真的 而且要熟練 因為他考試的話 只有40分鐘吧 一題的話 等於有一類一題啦 總共考試考三題 給你40分鐘 然後你要把那所有題目 通通作答完畢 等於一題的話 就大概十來分鐘左右 所以 其實考試的 經驗來 來看喔 基本上 就是會 一定要很熟練 如果你不夠熟練的話 你一定會有些地方會卡住 那當然卡住什麼 沒關係你就先做別題好了 不然的話 就可能 因為他這個及格分數是70分 你100分也是拿證照 你70分也是拿證照 反正你就是算一算你有70分 那你就可以拿到證照 那我這邊講的其實是 這個TQC的那個也是有證照裡面最低的Label 他其實有三個Label OK 然後我剛剛講的 一二三類是 最低的那個Label 那你說 老師那這太簡單了 我覺得好像沒辦法展現我的專業 沒關係你可以再往上 因為他其實總共有五類 如果你要 在上個Label的話 就是 考一到五類 也就是 五題 一個小時 五題 那其實 很拼 OK 你會發現時間過好快 因為題目一大堆 OK 所以 比較基本的題目大概就是三類 第一類的話 可以 考你什麼 第一類就是基本函數 當然基本函數 一般 都應該常用到的 那些函數 他其實所謂的基本函數還沒有很基本 不是說考什麼Sung Average 那麼簡單 沒有 他會考一些Counif 有沒有 考if if那種應該是一般邏輯判斷 他會考一些 其實比那個基本函數還要更高階的一點函數 看你會不會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了解你到底會不會 把需要的格式給列印出來 一些格式設定 那第二類的話是 資料的編修跟列印能力 第三個的話是 統計圖表 我覺得統計圖表其實難度也蠻高的 比如說他指定要你畫什麼樣的圖形 當然圖 最基本的擇線 不過他不會考那麼簡單 他會考你可能比如說考區域圖 考你一些散布圖 OK 比如說他給你一些資料 他希望你畫出一個圖 然後放在哪邊 這個你要按照他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OK 大概是 我稍微說一下 反正就是這三類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 課程的目標 當然最早是希望說能夠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因為畢竟你工具的使用能夠熟練 自然而然 你不會 Delay太多時間在 在資料處理上面 不然我發現很多人 不太用工具 真的塗法鏈剛浪費太多時間 OK 真的很多 差距十萬八千里 真的 有些 不太會一些 基本 哪怕是基本函數吧 你做不出來你就變成要 人工作業 那資料量這麼龐大 你今天做完明天還要再來一次 後天每天都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你懂得一些公式 那兩下做完了嗎 那如果你還會寫程式的話更好 等於是你根本就可以把那個所有動作 都變成一個程式 有點像是一個按鈕按下去自動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那當然最好 一鍵完成所有報表 這誰不想 對不對 比如說你有每天做一大堆報表 那每天做報表 每天做重複的事情 資料換一下換一下換一下 可能來源不同欄位而已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可以思考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出 一個程式出來 自動執行就全部完成了 OK 甚至還可以結合那個視覺化的圖表 因為以色 我覺得最棒的特點就是他圖真的蠻漂亮的 而且用起來其實還蠻好的 當然你說坊間有一些程式語言這樣拍上 其實他也可以 但問題是畫起來很醜 那圖 而且所有的都要程式 去寫程式才可以完成 但是以色有個優點 就是 簡單的事情可以用滑鼠鍵盤完成就好 那如果你想要寫程式也可以 進可攻退可守 我覺得以色有是一個還蠻棒的工具 OK 那 其他的話當然就是一些 比較基本的概念 這個我在 我其實還有開其他課程 那 首先的話 簡介一下我自己 我其實 你要Google找到我還蠻容易的 因為網路上一大堆我的影片 因為我光上課錄影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 應該就超過兩萬個以上的影片 YouTube的影片 反正相關的影片其實都還蠻多的 那我的習慣會把上課的影片錄下來 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然後讓人家去觀看 學習 那主要目的當然就是希望 可以把整個 大家的程度提升起來 大家程度都好的話 但整理競爭力一定是很好 所以你Google查一下應該可以查到我的 我的相關資料 那 我目前的話Google查 吳老師教學應該可以排在滿前 應該是第一個吧 OK 然後我的部落格文章也一大堆 之前我還蠻 蠻常寫部落格文的 因為 還蠻喜歡 分享一些 自己的 教學心得 當然最早是給學生看 因為學生不太懂 你幫他整理一下 他馬上看懂 就覺得還蠻好的 另外我那個YouTube上面 有 頻道 目前的話大概快接近四萬 訂閱人數 但我除了 一個頻道之外 還有第2個 好像大概1萬個 1萬個訂閱 裡面其實沒什麼 就是都上課影片而已 OK 因為我不是網紅 我跟各位講 其實 YouTube應該不太喜歡我 因為我只是把影片放上去分享 利用他的資源 那現在比較熱門應該都是那些 長得很帥的 或者是一些長得很 很正的正妹 不過我發現好像女生比較吃香一點 我發現男生很認真做影片的 低人數居然還比我少 真的要破萬真的不太容易 你們如果有在看 應該都有在看YouTube OK 換一次 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自己本身的話有那個 就是創業的經驗 然後 也拿過一些創業 一些獎項 目前的話呢 在那個資訊公司擔任那個資深顧問 目前還有在學校 像我們附近 台師大 然後東吳元智也有上相關的課程 然後 就是把一些我覺得 學先需要知道的技能 讓他們大概至少在 學校 在學習階段 就先了解 其他還有開一些 一堆的課程 OK 那我拿過一些獎項 OK 這個應該就只是 請上聽話 OK 我自己本身的話 證照大概也三十幾張 然後 像最新的像Python的 像那些Power BI的 像之前 你剛剛提到